官方下令吴亦凡露脸影片权下架都美竹闺蜜图开丝 对话截图曝光 吴亦凡日前因涉嫌强奸被北京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也声明表示 支持下架吴亦凡参演的影视综艺节目 截至昨天上午10点 整个陆网合计处理短影音节目达190万条影视综艺节目7000部次 全都遭下架 只要吴亦凡有露脸过的无疑幸免 且目前还在持续整理当中 查无此人彻彻底抵消失于陆网 但也让不少网友不满 认为与他共演的艺人制作的工作人员很衰 而扳倒吴亦凡的网美 都美竹也被网友誉为是英雄 不过日前自称是都美竹 紫紫的网美丽恩 在今天凌晨突然跑出雨都美竹 和另一名网美刘美丽的群组对话 并指控都美竹过河拆桥 刘美丽今凌晨发文 替都美竹加油打气 都美竹也回 真正的陪伴 惊得起坎坷 惊得起平淡 随后又写 我不需要一个给我写了文案 有小老鼠他自己为国的人 我不需要一个只和我 见过两面就一直蹭热度说 和我很熟的人 我不需要一个 为了蹭热度不择手段的人 我也不需要一个 只知道利用我找资源的人 我更不需要一个 不经过我允许直播亮出砝码的人 真正的朋友处处为你着想